華為撐不住了 宣布發行債券逆融資60億元 被淘美中國富商郭文貴稱之為中共秘密軍起的華為公司 正處在美國禁售令及西方國家圍堵的壓力之下 日前華為宣布在國內發行債券逆融資60億元人民幣 被懷疑或已出現資金問題陷入生存危機 華為投資控股公司週三晚發布消息 將分兩次發行期限為三年 各30億元人民幣的淨內債券 目前已提交註冊文件正在評估中 陸媒對此大肆報導 連喉舌媒體也不例外 新華網都出面為其站臺 稱這是華為首次在淨內融資 官方評級機構給予華為債券3A的信用級別 鼓吹其償還能力很高 此次的融資被官媒宣傳為 支持華為等同於愛國 一名中國財經媒體人表示 在中國公開討論華為的負面訊息 非常危險 所以華為在資金 運營 甚至是品質上的問題都在被掩蓋 不過 自由亞洲引述中國觀察人士指出 華為在國內融資 說明其運營已出現危機 以往一直採取的境外融資可能很難再抽到錢 因為在美國圍堵的背景下 沒人敢再借錢給它 同時 華為間接與一些歐美財團達成利益捆綁的營運戰略也遭遇挫折 華為一直以員工控股的民營企業諮詢 但美國法律專家一份調查報告指 華為員工持有的虛擬股權不能轉讓 只能分紅 不享有真正的股東權益 而實際持股的華為工會隸屬中共掌控的中國總工會 前兩年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曾公開表示 華為不缺錢 所以不上市 被外界懷疑是華為不敢上市融資 因其無法解釋所謂民營公司的股權結構 美國副總統彭斯則將華為稱作是中共的全資子公司 美國5月對華為的禁售令後 華為開始陷入經濟困境 因波及全球高科技公司 今年上半年華為在歐洲 中東和亞太市場所佔比率大幅下滑 令華為出現生存危機 華為公開披露的資料顯示 由2012年至今 該公司曾6次在境外發行債券融資 最初兩次總額為26億人民幣 已經到期償還 從2015年到2017年的四次總額45億美元 目前都沒有到期